因为零四零三地震造成房屋内部柱子严重军裂 水泥快掉落相当触目惊心 而裂痕最宽处大约有一个成人的手指宽 这栋位在暖暖区暖暖街379向124号 大约40年屋龄的公寓 经过专业济师鉴定后成为黄丹建物 不过因为旁边还有两栋连接一起的公寓 属于同一时期的建筑而且是海沙屋 地震时旗楼内也掉落不少水泥块 目前警方已经先用警戒绳索先围住 避免人员以及机车进入 机动市议员联恩典也积极协助 希望这三栋总共16户的房屋所有权能 可以先成立管委会 再向市政府申请推动围绕及灾害都更重新改建 这次0403的地震 带给暖暖街379巷 这边从118号到124号 这一共有16户的房子 遭受严重的军裂 那当天这个市政府就派了这个建筑施工会 以及市政府的那个独发处也来到这里一同协助来勘灾 那他们的结论是先将124号贴作房单 那在这里禁止人的进出要请他们全部撤离 目前也已经撤离完毕 那还有118到122这几户尽量不要进去 那之前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在118到120号这边的柱子也有归裂 那这一次是又124号这个更严重 那建筑师也呼吁说这一栋的楼已经几乎它的结构率已经减弱最少 有这个50%以上 所以也在这里也呼吁我们市政府 是不是在这一次的灾害当中 能够尽量赶快启动这个围绕都更的部分 那特别是对这一次灾害都更的这16户的房子 能够尽数来加强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协助他们第一个组成管委会 那赶快把这些所有权人都召集来市政府会协助 来做这些后面的灾害都更的事情 市议员连恩典指出 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原本剩下大约四到五户的住户 也都因为安全因素先搬离公寓 而他也协助住户们签名先成立管委会 目前大概还有六户的住户联系不到 没有签名 希望住户们知道这项都更讯息后 可以主动跟联恩典议员服务处联络 尽快完成各项程序推动都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正好 rebellious 毅